大家好 元宵节快到了 我们买回来的汤鱼不是煮着吃就是炸着吃 今天我们利用汤鱼为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吃又营养的做法 上桌大人小孩都爱吃 学乎点人人欢喜是大厨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我们准备一袋汤鱼打开倒入盘中备用 大小都可以 然后再准备400克的面粉 加入4克的酵母 6克的泡打粉 2克的白糖 不喜欢的话也可以不放 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我们给它加入100克的春牛奶 这个加入150克不要钱的长江水 加的时候要分少量多次的添加 都给它搅成这种大面絮状 然后洗干净你的小手 给它和成软面团 给它揉成团之后 再给它加入5到8克的猪油 再次给它揉匀 这样做出来的成品更加的渲软洁白 一定要把面团给它揉光 如果面团一次揉不光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揉两次 中间给它松弛20分钟 好 面团揉光之后 我们给它包上保鲜膜 好了 松弄五到十分钟 好 我们的面松弛好了 然后把它拿出来 再揉一下 揉成长条 揉成条之后 我们给它出成大小相等的剂子 所有的剂子戳好之后 我们拿出一个剂子 给它揉成馒头状 大家看一下 都给它揉成这种状态 所有的剂子揉好之后 我们给它盖起来 预防风干 然后拿出一个面劲 我们给它按一扁 然后马上再撒少许的干面盆 用擀面杖 给它擀成 边缘薄 中间厚的薄皮 像这样的面皮就可以了 然后选一个汤圆 我们给它包进来 用包包子的手法 给它包起来 包好之后 收下头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生坯就制作完成 所有的生坯制作完成之后 我们把它放入烤盘或者放入蒸盘 然后把它放在微暖的环境中 进行醒发至两倍大 大家看一下 所有的生坯都已经发制完成 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入蒸盘 把它完成 我们把它放入蒸箱 盖上盖子 上去给它蒸12分钟 我们静等美食出锅 好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 哇 非常的漂亮 哇 非常的漂亮 而且啊 外边非常的柔软 里边非常的筋道 而且有拉丝 我替大家尝一下 轩软 软糯 非常的好吃啊 大人小孩 上桌大人小孩都爱吃 而且又能拉丝 大家看一下 好 今天我们分享 汤油的新吃法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制作不易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发费的小手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再见